小羊要拍照 今天天气真好 小羊起了个大早 摄影师要来给大家拍照呢 得打扮得漂亮些 他吃过早饭就出发了 一定要赶在小兔小猪和小狗的前面 弯弯的小路在脚下延伸 小羊心情可好了 哇 这么多鲜花 如果拿着这些鲜花拍照 那会更漂亮的 小羊开心地想 他停下脚步想踩花 小兔却着急了 不停地催他 小羊快走呀 来了 来了 还早呢 小羊美美地想 我一定要躲在这花丛中拍照 这么多的花 这么美的花 但是小猪却着急了 小羊 快走了 别迟到 来了 来了 还早呢 嗯 如果编个花篮 把花张起来就更美了 小羊还是不想走 他还在想着这些花 远远的小狗也在招呼小羊 这时候 时间真的不早了 哎呀 不好 又迟到了 小羊终于明白过来 赶紧朝前方赶去 刚刚采来的鲜花 小羊终于明白了 小羊举着鲜花 远远地叫道 我来了 但是这个时候太晚了 咔嚓 摄影师按了快门 拍照结束了 后来那张照片出来了 别人都满意 可小羊在哪儿呢 小羊后悔极了 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呢 时间就在不经意间 一点点地过去了 再也回不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